小呆一句话都没说 小呆笑了 你刚才是很苦涩的笑还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想过无数的结局 但是从没有想过是这样的 但是我今天能够见到小鬼爷 我已经很甘心了 你之所以今天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更多的只是因为 你想的太多了 我甚至质疑你 是因为你自己的偶像 是不是真真正正的 今生上简单的爱你 她是个女生也没问题 你欣赏她的作品就可以了 你可以照样在原来的生活当中 去关注她的作品 而不是关注她的本人 你认为呢 今后我也一样会喜欢小鬼爷 就算他是女生 我还是会支持他 我觉得今天这样的关系更好 对于将来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的 一些价值观也有更好的引导 好吗 你们俩可以拥抱一下 好吧 今天本来是四个小萝莉 四个小女孩 来向一个富有男子气概的偶像告白 但结果我们看见了五个可爱的小女孩 一个稍微男性化一点 假小子 但是我们希望你们五个人 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和事业上 走得更好更远 友谊天长地久 祝福你们